今天是我们营救江医生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到底跟我们去不去 这不是我 别动 宇忠 你这是干吗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你是军统的奸细 江医生被抓 电台被破坏 都是你干的 宇忠 好多事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总之我觉得今天太危险你们不要去 等我们救出江医生 你自己跟他说吧 就是这里 你在这里等我 我进去救江医生出来 记住 把车灯灭了 发动机关了 自己放心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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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先生 他们就是从这里走的 这里是一条货槽 一定是通往河边的 跟我来 让他们跑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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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方道 你还敢在这里 李宗盛 你干什么 大姐 她是军统的特务 我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 方道是自己的同志 外情放下 大姐 你还被蒙在鼓里呢 我亲手抓到了和她街头的那个军统女特务 她 这些事 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她是在执行政府 大姐 就是她把您出外给了军统 还说是日本人抓了你 是日本人抓的我 他们冒充军统 迎你们上钩 这期间 方涛 和家里的所有的通讯 都是通过我老田发出去的 我可以证明 方涛是清白的 老田 老田 你怎么还帮他说话 你 好了 我来澄清一下 方涛 方涛 是一个可信赖的通知 因为他执行的任务非常特殊 鉴于党组织 地下工作的安全保密条例 我不能跟你们解释清楚 不过 你们必须信任他 好 我听组织的 方涛 对不起 没关系 江医生 还有一件事情 秦文莲出事了 什么事 秦岚送来消息 说秦文莲突然晕倒了 现在正在日本陆军总医院里 小泉以此要挟她的太太交出交卷 要不然就不给秦文莲治病 封桃把江洪救走了 师妹 一个共产党没抓到 我办事不理 愿意接受出发 你不是说你舍了陷阱吗 怎么连幼儿都丢了呢 本来我们已经抓到了 营救江洪的共产党 可是方涛突然出现 在暗地向我们开枪 我们防不守方 其实我早就说过 方涛不好对付 我看 还是先干掉方涛 以除后患吧 不行 方涛是我的幼儿 射了这么长时间 不掉到大鱼 我绝不罢手 行了 方涛已经知道你是叛徒了 向飞燕那里也不安全了 以后你不要跟她联系了 是 军王 ここ 方涛 我一定要 亲手是杀了你 封如太太叛变 是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啊 冯如泰投降了日本人 只要他找到向飞燕就能抓住我 可日本人一直没有动手 我猜是因为你手里的电台 因为你与重庆方面联系的密码频率 冯如泰是掌握的 这么一来 日本人就完全掌握了 你与重庆方面的所有联系 可是重庆要让我杀了梅府平 才能重新信任我 现在我没什么价值 可是你别忘了 你还是重庆与秦文莲 唯一的联系渠道 现在重庆方面急于弄到日王蜜月 看住了你就是看住了秦文莲 这一点日本人和冯如泰 是非常清楚的 只要我拿电台和重庆联系 我的行动全掌握在冯如泰的手里 这很被动 所以要快点杀死梅府平 好让重庆方面送来新的密码和频率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安全 我明白 在江医生被救出来之前 我和耿耿中怀疑你 你不生我的气吗 如果换了我的话 我也可能像你们一样这么做 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干嘛说这个 我不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咱俩的工作关系 和咱俩的情感 工作的时候不谈情感 只要记住你自己的信仰和遵守纪律 工作的时候不谈情感 只要记住你自己的信仰和遵守纪律 走 走 秦夫人 秦小姐 你们好 小全先生您来了 我来看看秦先生 怎么样 好点了吗 还能怎么样 不给爸爸动手术 爸爸只能这么待着 小全先生 怎么样 懒让她年轻 说话不周的地方 请您多担待 没问题 我理解 金太太 我给你的建议 考虑得怎么样 小泉先生 文莲她是政府要员 我要为她的社会地位考虑 再说她这个人 把敏捷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请容我想想 好吧 你考虑考虑 但是我提醒你 不要考虑时间太长 秦先生坚持不了多少天 告辞了 小泉先生 请你等一等 我想给爸爸转个医院 不可以 为什么呀 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们家的自由 我相信我们日本的医生 你父亲在这里会得到最好的治疗 可事实上 这几天我爸在这里病情根本就没有好转 我怀疑这儿的医生 对爸爸的诊断有误 金兰小姐 我再次警告你 你可以回家对父亲紧孝道 但是其他的事情不要乱叫 可那是我父亲 金兰小姐 你父亲转业的事情不要再提了 这是不可能的 飞雷医生是我们家的私人医生 怎么回事 小泉先生 飞雷医生是我们家的私人医生 你快让你的手下把枪放下来吧 秦夫人 她是怎么进来的 小泉先生 是我请飞雷医生来 为爸爸做检查的 你怎么有权利这么做 小泉先生 飞雷医生是我请的 要怪你怪我好了 你出去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不许你再过来 对不起 对不起 秦夫人 秦小姐 这种事情以后不许是再发生了 不许就这种事 我爱了 不许你 我爱了 你不许我爱了 不许你 我爱你 那我爱你 不许你 不许你 你不许你 帅学生 君子 小姐 有人打电话找你 喂 好 梦腾 太好了 终于见到你了 秦岚 别着急 慢慢说 日本人简直是太狠了 自从爸爸生病以后 小泉就对妈妈说 如果我们要是打不开 银行的保险箱 日本人就不继续 给爸爸治疗了 你妈妈答应了 她当然是不敢答应 可是这样下去 我爸就没救了呀 方涛 你快想想办法吧 你别着急 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 把你们全家人 都安全地转移出去 可是你爸爸 现在在日本医院 他得什么病 我们都不知道 你能不能 搞一些你爸爸的血样 这样我们好好想办法 血样 好 我试试 你在干什么 我已经跟方涛他们联系上了 他们让我抽点爸爸的血压 拿去化验 你等一下 我到门口帮你看着 好了没 好了没 马上就好了 马上就好了 护士来了 你干什么呢 药 药没了 我正要去找您呢 我发现 我的天哪 我可以 我给你 刚刚 我 我 来了 血液送进去了 嗯 罗尼先生说 等一会就会知道结果了 方涛 我想跟你好好聊一下好吗 好 我觉得 我不太适合这个工作 我真的喜欢上你了 我想知道 在你心里面 我究竟是什么位置 我想知道 我爱的人他到底爱不爱我 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份感情 你可以告诉我 我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吗 我 我觉得我们首先是 同志关系 同志 我也无数次地提醒自己 这是任务 我不能对你动真情 可这个过程真的很疼你知道吗 无侠 无侠 你可能 不理解 同志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同志 是指志同道合 为了共同理想 奋斗的人 我们有组织 有纪律 我们最重要的是 完整组织上给我们的任务 对吧 对吧 我明白了 我想去跟江医生说 我要求调走 你已经不是孩子了 你现在是地下工作者 这种事是组织上安排决定的 也许我以前做了很多傻事 可是今天我知道自己在做事 你去干吗 我去去检查结果 而且解决其他事 你却要去估计 给我接陆进医院 陆进医院吗 我是营机关的小泉大佐 给我找恒田医生 您来了 秦先生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一点反应也没有 秦太太 恕我直言 依秦先生目前的情况 如果再不动手术的话 我们只能放弃治疗 您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已经没有能力 把他救活了 停止妖物对他生命的维持 对他来说也是一种解脱 您可以准备后事了 医生 你们医院不就是救死扶伤的吗 怎么可以 这么剥夺一个人的生存权利呢 如果不尽早手术的话 秦先生早晚会死的 与其让他在昏迷中痛苦 还不如让他痛快地离开人世 再说 这也是军部的意思 军部 军部就有权利剥夺别人的生存吗 这个我也无能为力 除非军部有命令 让我们为秦先生做手术 医生 请您给我们点时间好吗 这个 我也不能做主 医生 求求你 尽量给我们点时间 怎么说 这也是一条人命啊 这样吧 最多再给你两天的时间 到时候 即便我们不停止药物维持 秦先生 那样也都没有救了 好 两天 谢谢你 文练 文练 你说句话呀 这个时候 要说句话 跟我商量商量该多好 我该怎么办 我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 看你就这么走 温年 温年 你说话呀 温年 温年 你说话呀 江医生 我想跟您说个事 你说 我想向祖之申请 把我调到苏北根据地去 为什么 因为我对方涛产生了感情 我没有办法继续执行任务 你跟方涛谈了吗 他什么态度 他什么也没说 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是我自己决定要调走的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到苏北工作 你家里怎么办呢 我会跟我爹解释清楚的 反正 反正等到战争胜利以后 我还要回来的吗 这件事情还是希望你好好想想 你留下来 可能作用会更大 我已经想好了 我现在每天要和方涛见面 两个人都会觉得别扭 也会影响到工作 要是到了根据地去 我会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革命工作中 不比在这儿发挥的作用小 好吧 我会请世上纪的 妈 你怎么了 我没什么懒儿 风涛他们怎么说的 还没有消息 看来 这次我们是指望不上堂了 别着急 咱们再等一等 可是你爸爸他等不下去了 好天 他们就要停止给他维持生命的药 为什么呀 那这是什么医院呢 兰儿 这是日本人的医院 他们一切都要挺小全的 有实在没办法 我明天就去南京找王精卫 我就不相信他能这样看着爸爸死去 还不管 兰儿 你可不能乱来啊 小全她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 她能让你出伤害吗 你爸爸现在这个样子 你可不能再出什么乱子了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除非我们把他们想要的东西交给他们 他们可能才会救你爸爸 那我们交出去 他就能放过咱们吗 我也不知道 妈 方涛他们已经在想办法了 我们再等等他们吧 他们 他们不止一次地骗过我们 兰儿 这次可是关系到你爸爸的性命 我知道 你放心 这次是方涛亲口答应我的 我相信他 通过对秦文莲血样的化验 可以断定 日本人每天在给他注射落岸铜 这是导致他昏迷的原因 怎么才能把他弄醒 这需要注射准确剂量的苏醒剂 那就让秦岚去吧 秦岚恐怕不行啊 这需要专业的医务人员去注射 您可以吗 当然 只需要把我送进日本的陆军医院就行 我反对 江医生刚从日本人那里救回来 不能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 一旦有了闪失 我们前面的努力不都全白费了 现在谁都可以少 绝不能少了江医生的领导 那 让秦岚来向江医生学习一下行吗 不行 不能冒这个险 那我们再想想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吗 老田 我刚才说了时间来不及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秦太太扛不住 就会把胶卷交给日本人 这个胶卷可比我个人的安危重要啊 我送您去医院 访问你说什么呀 你真的要让江医生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可这个胶卷比咱们谁的命都重要 不能让它落在日本人手里啊 我建议据说表结 少数服务多数 方超说得对 我们的责任就是完成任务 危险是必须面对的 好了 我们已经三票了 就这么定了 我保留意见 我よろしく落酒удь 闻蕾 我决定了 我要再去找小泉谈一次 他们明天就要跟你停药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看你就这么死去 我知道 你一定会怪我的 可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我把东西交给小全 他看了还不放过我们 那我就决定 跟你一起去死 好过我一个人留在世上 你一定要等着我 坚持住 夫人真的决定了 小全先生 如果我打开保险箱 不管里面是什么 你都会救文联的 对不对 那当然 而且我还可以保证 金先生一出院 立刻送你们全家去香港 我想好了 我答应你 好 我们现在就去银行 今天恐怕来不及了 明天吧 可以 明天一早 我到你家去接你 陆军医院有两个楼梯 东边这个楼梯呢 上到三楼 然后走到底 左手边倒数第二个房间 就是我爸爸的兵房 只有在一楼有日本兵站岗 上楼以后就没了 护士值班师在哪儿 在走廊的另一边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救我爸 我安排好行动时间通知你 你们可得快呀 我爸坚持不了多久了 过了今天日本人就不给他用药了 你放心吧 我们会尽快的 嗯 那我走了 拜托你们了 你为什么不把今天晚上的行动 告诉他 我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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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出发吧 方涛 千万要小心 一定要回来 放心吧 我们不会有事的 走吧 走 小心的啊 太太 您多少吃一点吧 好 实在是没什么胃口 保重 你把这些收了吧 好 好 方涛 这儿是日本人开了一纸 直接带日本人来西藏的 全都是日本军官 如果这儿出了事 是陆军医院拍车吗 方涛 陆军医院步行到这儿 只要七分钟 只要这边一出事 受伤的肯定是日本军官 他们一定会派人来的 你会说日语吗 日语 巴格亚鲁 那你怎么混进去啊 我没说我要混进去 你看 从那边 可以直接上到浴池的屋顶 我准备把炸药放到屋顶上 直接引爆 十点钟 下 帮包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坐下 十两十开 你找她 死有給她 那我说 勝死有对 我先看见 mehr 秦 miles Engage 陆军医院 豫 云 εν 他已经回来了 不用担心 十点整乍下 来 一块换衣服吧 好 怎么样 准时吧 好 好 好 松岗运势发生爆炸 派所有救护车过去 快点 一会儿到了医院门口 救护车一回来 你就跟着往里开 那要是门口的日本兵 拦住我的 那你就跟他讲日本话 日本话 求你会说的那一句 这也没问题 佛祖啊 求您保佑我们的 度过这一关 如果信方的是诚心帮我 请您今天晚上闲闲力 求您 求您 求您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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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护车来了 准备 请您您带出 护车 请您 怎么办 我拿走 左者上楼 你们先上去吧 我在这儿上 不是 你轻松了 是 你们先上去吧 我在这儿上 去吧 我叫我什么 我我我 走 21 3 3 4 4 5 6 5 5 6 6 6 7 10 9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